終於有連續假期 可以好好出去放鬆 微結封之後 大家人手拉一個行李箱 滿臉笑容踏上旅程 收到疫情影響 好多人之前就想出去玩 但疫情不樂觀 不安心 只好把旅程往後 一言再言 好不容易等到微結封 這下連船班都加開班次 賣票窗口人擠人 業者透露 早上七點到十點 已經開四個船班 過去小琉球 大約六百到八百人 不止小琉球 看看日月潭 整條街滿滿人少 幾乎看不到鏡頭 民眾出遊 心情好 連談判也樂的聲音 不斷上門 連假第一天全台逢旅遊 但就怕之後 引發一些社群傳播感染 指揮中心表示 一旦有狀況 可能會在九月二十號 加研二級 警戒規範 中九節一路放到二十一號 新北市各大經典也有 總進人潮 像是烏來十溫瀑布 車流量超過百分之四十 但一旦達到百分之五十 就會開始控管 廉價旅遊民眾多 各地進出管控方式 就怕休假之後 疫情升溫 TVB新聞怎麼了 請訂閱按讚分享 TVBS新聞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